大家好,我是心血管徐医生 据统计,18岁以上的成人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群可以检测出颈动脉斑块 那么在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颈动脉出现斑块的比例在40%以上 7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70%到80%的人群可以检测出颈动脉斑块 那么我们知道动脉中央硬化斑块和胆固醇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而它定量药物可以有效地降低胆固醇 那么是不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 就要服用它定类降脂药物呢 如果我们把发现颈动脉斑块 作为使用它定类药物的依据的话 那么势必会造成它定类药物的过度使用 那么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 是否需要服用它定类降脂药呢 取决于很多因素 那么以下人群是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的 第一类人群就是颈动脉斑块 造成了血管腔的狭窄在50%以上的人群 它们是属于外周动脉周样硬化性疾病 属于二级预防的范畴 是它定类药物治疗的明确指针 如果是没有禁忌 不管胆固醇水平高不高 都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进行治疗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颈动脉斑块造成了血管狭窄程度不足50% 但是呢合并有冠性病心脚痛心梗或者是脑梗 或者一过性脑缺血发作这些疾病 那么也是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的 并且需要把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 控制在1.8毫米2每升以内 第三类人群就是颈动脉斑块所造成的血管腔狭窄 程度在50%以下 同时也没有合并冠性病或者脑梗这些疾病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斑块的性质和合并疾病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 在超声的描述上是一个低回声的斑块 这时候说明它是一个不稳定的软斑块 这种斑块容易发生破裂 造成血栓形成可能会引起脑梗的发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的 因为它定药物不仅可以降低胆固醇 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 如果超声报告是一个稳定的斑块 也就是是一个强回声或者高回声的稳定斑块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有没有合并以下一些疾病 或者心血管危险因素 那么对于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是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进行治疗的 对于单纯的糖尿病患者 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 把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控制在2.6毫毛每升以下 如果糖尿病合并有其他的危险因素 那么就需要把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控制在1.8毫毛每升以下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是发现了有颈动脉斑块 并且合并有其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那么需要服用它定类药物进行治疗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水平控制在2.6毫毛每升以下 那么如果是以上的一些心血管危险因素 合并了两项或者以上的人群 发现了颈动脉斑块 也建议服用它定类药物 把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控制在2.6毫毛每升以内 那么哪些颈动脉斑块的人群不需要服用药物呢 对于单纯稳定的小斑块是可以暂时不需要服用药物的 那么单纯是指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三高 也没有冠心病脑梗等动脉中央因化性疾病 稳定是指超身上这个斑块的描述是一个强回升或者高回升的斑块 就是一个稳定的斑块 小斑块是指斑块的体积比较小 没有造成血管腔的明显狭窄 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服用药物进行治疗的 大家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但是不吃药不等于不治疗 需要做到以下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就是定期复查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健康 关注心血管区医生 咱们下期再会 关注心血管区医生